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Desk 今天要帶來介紹的是這次北流活動的武器介紹 我們先從D3可以打撈的B38來看 B38整體而言是個榴彈砲 DPS稍微比貝野砲來的好一些 就只有一點點,差距只有很微妙 那比起畢業的科研西雅圖砲,DPS又是差更多 他比貝野砲好的地方是他的攻速稍微快了一些 所以可以稍微期待他的全彈發射 不過相較畢業的西雅圖砲來說 他攻速更快,基礎傷害也更高 所以總而言之這把砲B38算是個過渡 就是從貝野砲過渡到西雅圖砲中間的過渡砲 那他的缺點其實是在他的射程 他的射程其實跟貝野砲沒有差太多 那射角方面卻比貝野砲還來的小 那這個小會造成說 五方在後面戰艦做副砲使用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射角小的關係 導致說可能沒辦法感應在邊邊的自爆鍵 所以會漏打之類的 戰艦副砲還是優先可以選用我們的貝野砲 作為敷砲使用 而且他的過散範圍會比較大 所以等於說他攔截的面積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B38只能說在做前排前衛做輸出使用而已 那最終的產物當然還是用我們這個西雅圖砲 輸出會比較好一些 那從這邊我們可以直接參考這個實際的射程 B38跟貝野砲基本上射程是一樣的 那只有這個西雅圖砲是最遠的射程 可以打到最遠的這個魚類件 好再來是我們這次活動可以兌換的這個 130這個連裝砲 它這個是驅逐用的一個驅逐砲 它是通常彈 那它整體DPS是非常的誇張 它對輕中甲的傷害是位居全部的驅逐砲之冠 那當然通常彈打中甲的傷害當然是很可憐啦 不過它對中中甲虐猜能力是非常高的 那它是全部這個驅逐砲裡面攻速最慢的 所以你不能期待它的全彈傷害 所以它只能適用在你主砲輸出很高的 效率很高的驅逐上 或是有主砲加1的驅逐 這樣子作為砲驅使用的主砲會非常的強力 那這樣等於說你捨棄的對中甲的一個傷害 好 那這門主砲用在誰身上會比較有效應呢 首先是看到這個北風 北風的一個技能是它無視裝甲的效益 所以不管是輕中重 它的打出來的傷害永遠都是最高的輕甲傷害 這本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它的DPS那麼高的情況下 打在中甲身上一樣有這樣的效益 所以北風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加上它也是主砲加1的一個驅逐 比起它傳統必須使用這個秋月砲而言 那這門砲在整個輸出環境會更加的好 因為首先是塞下射程 可以從圖中看到這個秋月砲其實比我們的這個E30 射程來的短 即便攻速很快 其實它的有效攻擊範圍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E30很適合這個北風在大範圍移動的時候 可以有效命中對方 再來這個活動有個小遊戲可以獲得這個設備 這個設備搶滿之後呢 會提供額外20的火力以及180的耐久 那被動裡面是對C連的傷害會獲得6%的減傷 這個是所有船都可以裝備的 那比較適合是裝在前排 而且尤其是驅逐的部分 因為驅逐其實迴避夠高 那能夠增加火力的設備其實很少 那這個設備就剛好可以給驅逐用 而且加20火力對整個驅逐的火力提升非常的顯著 再來我們可以搭配上之前我們 女不共鬥裡面取得這個E34高腳炮 它也可以提供15的火力 這樣搭配起來可以發現 在北風的面白上面火力值加的非常的高 基本上等於一艘輕群 而且是主砲加一個輕群 配合這個E30的主砲 那傷害非常的可觀 好 那這個設備該怎麼獲得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累積了12000點 我們可以把所有這個解密需要的地圖 情報全部打開 那打開之後 每一張圖上面會對應的一個號碼 那每一組號碼代表的是 重坐標與橫坐標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每一個每組號碼 它代表的位置以及順序去拼出這個密碼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麼麻煩去記的話 那解密的密碼是090 0-7-935 這樣就可以過關了 好 那最後推薦打到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打D3的話 那可以去試著打D3 因為除了可以掉落這個夏柏洋之外 還可以撈一個新的主砲 雖然說比起貝野炮而言 只是高一點點 那我想你可以打到D3的玩家 應該或多或少應該也有希雅圖炮 那只是說分數這邊會比較好 大一些 那如果是比較萌新一點的玩家 你可以在C3去打到這個貝野炮 剛剛說的那把 那把新的B38 其實火力上面沒有贏太多 那這個貝野炮也是很萬用的 那萌新盡量在C3周圍 打到這個貝野炮是比較好的 至於其他新增的這些武器啊 對空砲啊 說實在真的一點用都沒有 不用去太在意它啦 只要是這兩把金砲 有拿到的話 有兌換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還不錯了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這些活動的內容 介紹那希望有幫到你 那我是草莓劉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